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 而不是江边的枯藤拿住婚姚 大家好,我是雨秋雨 我们继续讲课 上次我讲到 我去参加 亚洲文化论坛的时候 专门去看了全州的理智的故举 我觉得他有资格 来享受一个更好的文化遗迹 让更多的人参观 那么有这个理智呢 我又产生了一个国际性的对比 我们因为经常要在对比当中 来延续我们的课程 这理智自杀的两年前 仅仅两年 在欧洲 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 被烧死在罗马 我们都知道布鲁诺这个人 这个我们很值得我们钦佩 比如我现在脑子当中想到的 就是他提出了很多 本来是分开的 把他捏在一起 就提出了很多一致 他认为自然和神是一致的 宏观和微观是一致的 极大和极小是一致的 物质和运动是一致的 这非常了不起 直到现在这样的哲学思维 还一定能够让我们每次看到的时候 对宇宙对世界有新的认识 但是他被烧死了 他的死呢 在我看来是体现了欧洲 中世纪残暴的神学的最后的试炼 因为那个时候文艺复兴运动 其实已经开始 但是我们对于差不多同样时候的理智 我们还不能说他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 因为文艺复兴的曙光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文艺复兴的曙光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在徐卫 理智 汤仙祖的时代 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明中期之后 虽然朝廷既混乱又黑暗又无能 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是商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 我们现在随口讲的一些商帮 在明代已经开始了 比如徽商 静商 敏商 吴越商 南越商 观散商 此起彼伏 这些商帮的起来 使原来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松懈 使 朱元璋他们所设计的那个非常严密的社会结构 已经不复以往了 由于商业生态推进了消费生态 由于消费生态又推进了生死生态 这中间呢 我所看重的文化本意又在起作用了 也就是说 由生活方式推进了精神价格 由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又塑造了集体人格 所以 尽管 明代的文化不怎么样 但是 整体的文化气氛 到后来 慢慢的是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明代 虽然在文化上是整体沉闷 但是 也产生了几个意想不到的文化大事件 主要是三件 哪三件呢 这我希望大家记住了 那么复杂 那么漫长的明代 三件和文化直接有关的大事 第一件 是在茫茫的大海上 一个叫镇河的航海家 引出了文化大思考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是中国南方的战场荒路上 一个叫王鸦明的将军 引出了哲学大思考 这是第二件 第三件是 在17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一个中国官员和一个欧洲传教士见面了 引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思考 明代就发生了这三个文化大思考 这个大思考的规模非常的宏伟 这个是我们在讲述文化思考的时候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我会一一慢慢的讲下去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这样第一个大思考 就是在茫茫的大海上 一个叫镇河的航海家 他带来了文化大思考 大家想 镇河下西洋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变成了故事 他怎么能够引发一系列的文化大思考呢 这个文化大思考 还不仅仅是当时直到今天 都是文化大思考 因为他触及了中国文化的很多难题 也触及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这个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来面对 这个呢 镇河下西洋这件事情呢 是名称主朱棣 他所发起的 朱棣 他的功过很显然 但是他顺着朱元璋的那个攻击 在他的在位的时候 倒是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变了永乐大典 这个两万多捐三亿多字的一个百科全书 第二 他决定迁都北京 北京这个名字就是在 1421年这样定下来的 第三个 就是镇河下西洋 就做这么几件事情 就作为一个皇帝来说就很了不起了 那么镇河下西洋呢 我们可能在历史书上都知道 它是怎么回事 这我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西洋 现在我们后来讲西洋 一般是自欧洲 但是当时所说的西洋呢 是我们从现在所说的叫南中国海 以西 一直到南洋和印度洋 就这么一个思路 他由此到了东南亚南亚 中东 非洲的一些国家 按照现在的称法呢 应该是越南 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 马尔戴夫 孟加拉 印度 伊朗 也门 苏马里 萨塔拉布 这个他都到了 那个在当时讲起来是不得了了 他的船队非常雄伟 这一点我认为希望大家要注意的是 就是其实我们的明代具有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 本来应该有更多的海洋发言权的 他的下西洋的船队有大船60到100艘小船200多艘 最大的船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展现出来了 长140多米 宽50多米 有200多人驾驶 他最大的使团成员可以有27000多人 他里边用了罗盘 用了航海图 航海图还以文类为界封成了东阳和西阳 他的船上装的带到各国区的有丝绸瓷器 茶叶 铁器 金银 他换回来的东西有象牙 香料 药材 染料 琥珀 玛瑙 珊瑚 珊瑚 珊瑚等等 那个功气很大 比如他其实想西洋第六次以后 你知道吗 各国使臣和商旅到南京来的 一次就多了1200多人 有的国家连皇帝也来了 其中有一个国家的皇帝还在我们中国逝世 我们给他隆重安葬 直到现在为止 大家想想看 在西沙群岛当中 有永乐岛 宣德岛 正是郑和西洋的年号 在南海有郑和群岛 景洪岛 马欢岛 飞星岛 那都是郑和本人和他祝寿的名字命名的 在历史上我们留下了郑和的郑和的郝海图 还有他的祝寿马欢的银阳圣兰 还有飞星的鲜茶圣兰 还有龚正的西洋番果汁 这些东西对中国走向世界非常重要 就一下子演戒 就是面对海洋了 郑和后来到底在哪里去世的 这一直有争议啊 有的人说是在印尼 有的人说回来到南京病死的 而我经过考餐呢 我决定接受这么一个论断 就是他应该死在印度的谷里 一个港口 那么这个小西洋 我为什么要认认真正隆重的讲一讲呢 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文化 在世界身份上的一个重大的选择 就是它体现了中国文化 在世界身份上的一些重大的选择 这个选择呢 我想分几点来讲 我先讲第一选择 就是中国文化一开始啊 对海洋文化有一种陌生防范抵居的形态 但在他身上呢 又产生了一种清净的欲望 这我所谓讲开了一点了 就人类世界 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方式 产生了三种文化类型 一种是农耕文化 一种是游牧文化 一种是海洋文化 中国立足于的是以黄河长江为灌溉 阻卖的农耕文化 长期受到游牧文化的欺负 于是出现了黄河长江之外的第三条线 那就是长城 长城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分界线 这个分界线就是 都知道400毫米等降雨量了 就是降雨量大于400毫米的 那可以进行农耕 小雨400毫米的量的 那只能是游牧 很奇怪 400毫米加雨量的这条线 现在和我们长城的这条线 高度重合 那儿就成了中国文化 生死存亡的第一战场 一直在打仗 秦汉静南北朝 唐五代宋元 都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较量 结果很严重 但是也产生了很好的一种势头 比如产生了北魏圣唐 宋元 叫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成交 但是中国文化 对于海洋文化 一直比较深夙 这个问题我下次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